除了这个ehome是大胜之外 那么刚才落败的newb是 我觉得选的问题要小于打的问题 对对对 选的问题是最大的 对 干爹现在的这个问题是 我觉得第一盘是选的问题 其实他们打的问题还好 关键是看他们第二盘 就是是贯彻刚才那个战术 就是我怼中前期的思路呢 然后是不是在你大哥的版选上 我把小男家的顺位 版的顺位再提高一点 还是说我会 在我选的自己像DC所说的 就是除了单点的爆发 可能有更综合的这样一个后期能力 还是说对整个思路 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动 我觉得最后一种不太好 我觉得这一把的组合 确实有一点偏极端吧 然后搭配起来 就是太倾向于纯物理 单点控输出了 然后对于兵线的处理 也太显不足 之前的话会搭配那种 像破膜 剑胜这些 能够对兵线进行一些处理的同时 然后输出的方式也比较多 要信 虽然昨天 昨天 确实 他们走的路线是走了一个三 哎 BB了 BB了 他们可以有一些变化 就是在打法上面 就算这个阵容 干回来干回来 对对对对 那因为米拉那应该是 DC这边绊掉了 他们还是针对了 MAYB 感觉刚才那个一手蝙蝠好吧 问题太大了 一手蝙蝠点出来 对面一个小强 直接把MAYB的法盒给弄没了 请DC阵队 金冬英雄 老更地队吧 还是一半练剂 DC还是扮掉了剑圣 干爹估计这边还是阿伯手王 他的一手感觉 诶口口没了 我觉得 那家要不要扮了 上把真的是被那家给恶心到了 这边的话有瘦王有大牛 诶 我觉得那家要不要扮了 上把被那家恶心 三四选可以考虑扮了 三四选扮的吧 你前期要扮的 前面要扮的东西太多了 那就扮大牛吧 我觉得大牛这个英雄 你自己玩不精 你又不想放在对面 那就办 感觉老干爹还是扯王 扯王也可以 那个MOO那个选手的扯王是绝活 这边老干爹是在犹豫啊 到底是扮大牛呢还是 纠结呀 生死在呀 纠结呀 干什么呢 这边是扯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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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精灵 只要不扯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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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王的大牛 是扯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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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精灵 感觉是抢了对面的两个英雄 射王肯定是抢的 大牛也是不想放个对面 大牛不想给对面拿破木配上大牛 而且防目鸡这个英雄有点靠射王和大牛的 其实我上把想的是老干爹酱油 大牛加沉默 然后四十来五十五个猴子跟对面打 中期有抓人 后期猴子飞了也能打 这个防目鸡好嗑瘦王和大牛 瘦王大牛都是力量英雄 碰到防目鸡套上去 装吼了都不一定杀的是防目鸡关键 这把说句实话好吧 需要MayB的卡或者说霸气点手火猫 我觉得需要MayB的听口 你们觉得呢 我也觉得好吧 MayB的卡霸气的火猫都是绝活 啊真的真的要出来了 我觉得需要他的听口 这个阵容配听口好一点 听口也可以听口卡尔好吧 我推荐听口 有时候网友大牛他拿听口很好的 而且听口高爆发秒防目鸡 防目鸡就怕听口这种高爆发 我觉得吧把那个小强办了 给MayB来一个什么蓝矛听口都可以 对小强可以办的 小强可以办了 没有特别需要搬的英雄可以搬小强 听口卡尔二选一 法盒这把YEP来了 我们看一下老干爹怎么选择吧 在思考办掉什么英雄 还说上把有点怕小拉家 小拉家我听到了 小拉家可以办呀 小拉家也可以办 我觉得就办小拉家吧 办小拉家吧 你的大牛这种英雄很怕小拉家的 对 他根本就克不了小拉家 小拉家全是换一样 对啊 你大牛 大牛卷出来是打正面的英雄 小拉家刚好代球克你 哎呦 把那一手神 请DK战队禁用英雄 神域是什么鬼啊老干爹要秒人吗 神域 他可能是怕兽王这边吼到人之后 神域跟他直接解了吧 神域防目击吧打不死了 对对对 神域都是防守 他肯定他 他有拿高爆发吗难道 他怕兽王吼了防目击 他怕中期处理不了防目击 对神域救 神域防目击 对对对 神域防目击 其实能救 神域防目击 能救也分了呀 反正这样的话老干爹这个盒就是别太早的暴露 是吧像上把什么小狗贴全部选出来了 那就先选一个亮这样的英雄吧 拿个亮这样的英雄 来打破目和防目击都还可以的 破目和防目击有点怕亮 亮配大牛 然后又爆发 先拿个亮吧 后面再开始配一个 我在想能不能让麻麻压来往这个大牛 然后让香蕉圈的远程去 那不行的 如果拿亮肯定不 拿亮肯定不 拿到这路之后很简单 我操绝活 他妈就拿自己的绝活打 绝对错不了 戴神的亮还是可以的 拿麻被办了 请老干爹战队挑选 让听可配一个猴子或者配一个 怎么样的 水人吧 这把水人还可以 对 这把水人比较好嘛 我觉得老干爹打水人还是挺有心得的 但是我更倾向于霸气的火猫 我更倾向于霸气的火猫 我更更倾向于霸气的火猫 我觉得火猫比水人厉害 我第一次也想到的就是 Maybeat卡尔巴奇的火猫 先是哪来手刹尔 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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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 Cross 如果對面不是小拿家的話 我覺得救水人好負責 水人好負責 我怕太慢了 不是 因為我是覺得老乾爹水人勝率不高呀 還行吧 他們用水人不是翻了那個OG的盤嗎 第一把又就是玩了水人 我看了兩把還是三把都輸了 因為他們輸得多呀 啊 敏斯瑞的隱身英雄啊 很賤 拿火猫就拍一點 你上不了高的 我覺得水人可能好一點 真的 我是覺得水人好一點 龍騎 龍騎 碰到防目機 有點僵硬 對 這樣的話你自己的王牌 沒必 被壓 一是一個雙流星的POM伐木機這種龍騎肉不起來 冰龍 有一句說一句 這把DC的陣容 不是特別好 他很少控 沒人幫伐木機定點 他這個陣容伐木機很難發揮的 沒人幫伐木機定點 老乾爹這邊控制多 伐木機這邊沒控制 這個伐木機是很難發揮的 但是伐木機有標誌啊 走得快 別人走得慢 定不了點 定不了點 最後老公你得拿一個核心跟龍騎配雙核陣容是可以的 這局比賽 幽鬼好像有點少見了 太慢了 節奏太慢了 節奏慢 六兵拿了一把贏的吧 那是核桃豪的幽鬼啊 給我幽鬼不贏 砍手啊 請DC陣隊進入 小魚被搬了 小魚其實不是很怕 有時候我 這把水仁很好玩的 第一次 別拿蠟家 他是可以拿蠟家 蠟家還蠻噁心的 哎呦水仁沒辦了 水仁沒辦了 他應該先拿水仁的我覺得 對 而且小魚 水仁真的不錯 配合大牛 薩 這種 對面沒控這水仁好無敵 而且老幹爹這都不怕小魚 不應該辦小魚的 那家辦的好一點我覺得 這把水仁很好玩的 對面沒控 第一次別拿蠟家就行了 我操 老幹爹 換線又清不了 蚂蚁怎麼樣 對面沒控 蚂蚁不好 怕賞金 蚂蚁龍騎 蚂蚁不扎是吧 我覺得 蚂蚁肯定沒 蚂蚁跟水仁差了遠了 對呀 水仁被辦了呀 水仁肯定是好的呀 蚂蚁有賞金也一般好吧 他怕賞金 有賞金不拉蚂蚁的 我倒是覺得有龍騎的情況下 對 敵法可以呀 敵法可以呀 有龍騎的情況下可以補火貓了 能上高 火貓在後面 敵法的話就是試進戰打冰龍 太粗了我覺得 那不是 丟鍵盤了 現在的話 只能推二球進射了呀 火貓呀 龍騎火貓呀 猴子都不是特別好 Luna其實也可以的 因為 他們Luna龍騎雙後很厲害 而且可以被弄火貓 對你沒空的呀 對你沒空的 誒 有說法 我 呃 魚好吧這個 勝率很低 勝率真的很低 但是DC打架兇啊 如果選個Luna老幹爹的爆發很高的 沒有Luna可能缺一手爆發 像冰龍的冰霞 NC也可以 有魔法爆發 可以的 對面又後期又不厲害 我有個NEC加龍騎 後期打你不是我能的 可以可以可以 好吧 NEC可以 NEC沒問題 飛機的掃射啊 後門的AOE啊 能瞬間懶回來 主要是對面後期也不厲害 關鍵是要能懶回來 懶不回來也挺強的 後期可以跟對面打的 而且打到後期 NEC如果有A帳 大到了 防腐機或者 飛機這種英雄 他買不了 這把不想上吧 好吧 上吧 拿著他就難打 這把是 好吧 五五開 看打了 看發揮了 我推薦 霸氣 出那套裝備 NEC出什麼 紛爭面殺 刃甲 很厲害的 要懶量吧 我感覺沒肯 還是他要出呀 我覺得 對吧 要沒肯呀 我推薦 你雙流星 什麼一打下來 你隊友 你是 沒事 隊友 常了 打對面的陣容 任甲很好用 對面很怕任甲 飛機啊 破魔 防護機啊 風箏面殺是可以出的 NEC 風箏面殺 加任甲可以的 看他 想不想得到吧 正常出裝 肯定是沒肯 好吧 毫無疑問 正常出裝 肯定是 我覺得出個風箏 他沒有 他怎麼沒假眼啊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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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這把挑戰挺好的 對面沒什麼物理素素的 他看你怎麼擦眼嗎 他要煩你眼 他想煩眼 對 他看你怎麼擦 但是老乾爹這邊都沒TP 沒人來 難道是分析過了嗎 有閃鏡的話 不脫 不TP 對 被看見了眼就沒了呀 看到了 他怎麼想要走進去再贏一次 這樣的話是W33的中單破壞 發現了發現了 有真眼嗎 有個門 沒粉 沒粉 真眼不好殺 其實真眼不好殺 真眼不好殺 走出去就尷尬了 萬一你什麼一個真眼兩個隊拍下去 也很傷的 他們是不是剛三啊 這邊 DC 剛三 這樣的話老乾爹 這個三不入呀 老乾爹的三也不入 有NEC確實不入 很厲害的 三 有大牛 有NEC 大牛 剛三確實學十一就可以了 三遠一近 而且龍騎打破目的話 會比打 伐木機 跟伐木機比的話 就會打破目會好很多 好很多好很多 可以可以 這個分路拿人爹 好吧 打伐木機龍騎難受 打 被陰 87這個細節 他這個滴是想滴賞金嗎 之前看到賞金了 能滴到隱身的嗎 可以滴到隱身的 現在能隱身的地是可以的 能滴到隱身的 我們反到嗎 他 以前不行啊 現在可以的 藏了一個 他要閃金了 反了一個真眼 但是這個假野 嗯 再拿個真眼 假野沒反到的話 還有一個真眼 欸 毛毛鴨這邊是 學了個墊 又瘋了一個 又瘋了 可以可以可以 是不是有點 有點香了 沒真眼了 但是這個線上 打線上嗎 一起 線上要打了 這個大牛 為什麼又跑到中路去啦 這個大牛 這 就打優神呀 這嘛 他去中路幫不到龍騎 反而會吃龍騎的經驗 哦 不是插個眼 哦 他就放個眼 插個真眼 保護龍騎是可以的 眼要放的呀 這邊missory是人工封野啊 一分鐘 封掉了小野 欸 躲了個劍 抓賊 然後兵都不要了 看下上路啊 上路這邊 差不多啊 防武器打射王 射王應該沒什麼脾氣 對 但是還好他有那個豬哦 他要 豬操作的好就 人打 沒有 防武器脾氣來了 豬掉防武器 欸 這邊發氣有點危險 大牛腳踩 大牛過來踩一腳 棒 你手要打傷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機會 打傷 漂亮 拍死了 大牛的1GT是傷害最高的 對對對 好痛 好險 好險 190的傷害 這個賞金被踩了一腳直接懵逼了 170吧 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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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姆剛才5個 波姆有一波去殺沒BG我們殺了 但是防武器的補刀有點高 防武器是無解肥的 防武器沒辦法的 這把小八就是把自己打肥就可以了 對 小八管自己肥啊 處理不了防武器 這個補刀可以小八 G補一個 人看人補一個在塔下 人出分 分補 對 然後 老幹爹這邊拉大爺 無限拉大爺 DC也比較難受 拉了一下 沒有拉過去 沒有賞金 沒有賞金 有賞金有地嗎 殺有賞金 留一點 沒加地 沒真意 居然是沒真意 沒粉 殺不了 不然會拿嘛 我們倆還是想拉 兵龍開二 問題不大 兵龍 兵龍不大開過 殺不掉了 這個剛三的話 DC是沒有取得什麼便宜的 我感覺可以找機會打 兵龍沒二的話 可以找機會打 賞金也走了 賞金也走了 感覺可以動手了 可以動手了 可以動手了 兵龍沒二的 賞金拿到中路 只要被看見的話 又輸了就可以動手了 可以動手 可以動手 有沒有機會 可以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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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腳 打一腳 打到 拉回來 沒有拉 只有有框 有框 有點脫節 太脫節了 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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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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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兵龍 有兵龍 毛毛牙 堅持住 毛毛牙倒下了 有兵龍 沒錢 有兵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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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掉 能接受吧 能接受 能接受 加油換大哥 加油換大哥 是可以 飛機也是狠機 沒有斜著的飛機 買個迷法 這把想讓防腐機舒服一點 他出假腿的話 好吧 沒出大沒肯 真的是出那一台增加認甲利害 假腿出那個 出風箏厲害 真的出風箏 認甲厲害 真的 我覺得他這把風箏挑戰 出個挑戰的話就一定很熱的 冰龍河飛機來到了上路 防腐機來到了下路 我覺得870戰鼓 假腿戰鼓跳到 戰鼓真沒分爭厲害 好吧 NEC出風箏還不錯 加甲 加那個 加屬性 加屬性 主要是有風箏 這個防腐機根本就肉不起來 衝上來 只要空大就秒了 還有NEC的大招合的 他的地都是魔法 風箏變沙 完美 防腐機是魔法殺毛毛鴨 來了一口 來一口 哎呀 沒死 沒死 關鍵 很關鍵 這個兄弟兇一點 毛毛鴨還是要死了 要死要死 毛毛鴨沒鞋的 他打得不太遜 他可能不知道 他應該是不知道 他應該是不知道 毛毛鴨沒鞋 小巴 被卡位了 他怎麼 跑了一下飛機 小巴小巴 還在卡 6級 哎 哎 這個賞金 卡得卡得好啊 這個賞金 哎呦 但是飛機被小動撿了 下面 哎呦 終於怪了 衝不一箭 哦 攻速箭啊 哎 哎 下面 正哥 飛機 我冰箱救了一手 小巴也沒狀態了 可以了可以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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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地觀念 下路 下路 七個冰冰座 斷餅 喜歡斷 喜歡斷餅 漂亮 哎 我差這麼看了 這真的一緊 下面 哎呦 真的 小巴 抠緊了 對呀 這一波真的是 腳拇指都扣緊了 好吧 看了好久 這波真的真的 下面這波被迷失了 搞得 我操 我都扣緊了 我發現飛機這個套裝 我總感覺他的那個 導彈掃射 掃得好慢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呵呵呵呵 這邊B塔 雙倍龍蟹 哇操 這波節奏 看一下金階面盲吧 雜人破塔 龍蟹金階1 有流了呀 尾避著龍蟹 這個伐木機再跳就可以秒 這比他就把你殺了呀 是可以秒啊 秒2年了 金道慘座 大溜一個CT 哎 大早了呀 大早了一點 哎呦 怎麼這麼早 這波魔機機 打到龍蟹身上 冰龍一個 龍蟹有六個魔棒 躲一下 七個魔棒 伐木機踢 回頭 還在躲 哎 先低給大應該死了啊 對 這一波 跟著A兩下一個大才就死了 我 我覺得防火機是B死了 這個大太快了一點點 哎 這邊小巴 是大早了但是他那個 小巴也吼的 哎 被考慮一下問 哎 人死闖機啊 下面 粉 有沒有吼 吼住 漂亮 漂亮 小巴這兩波可以啊 小巴這一波很冷靜 他第一時間沒有吼飛機 對 這兩 就是想著反殺的 這兩波小巴打可以了 對吧 是我王的經濟可以的 前 第三 你看他的素裝分爭面殺 87還是有靈性的 AEC素分爭是真厲害的 其實他剛才那一波的結算啊 就是大招的傷害結算是有D的 我看了 有D的 D過去了 只是他可以多A一下 再D再打 肯定是最後打大呀 肯定是最後打大啊 他的大招是跟大流的那個T 比大流的那個T都放得快 但是那個D的傷害結算是算上去的 他的大招有一個1.5的施法延遲 延遲的 可以說他可以大完之後再一下普攻 對大完之後再打一下普攻 可以把普攻的傷害結算進去 反正我覺得剛才配合好的話 防目擊死了 防目擊肯定死了 還是沒事啊 這個飛機有點窮的 2,400 飛機給的呀是吧 他這個英雄選擇 掌機也很尷尬的 MISSVE9分鐘才3級 他也很尷尬的 幹不到事呀是吧 沒地方突破 ECE有點奇怪 莫名其妙剛那個3把自己剛崩了 對 主要是那個3打不過 來這邊 G了 是 防目擊 在這的話 防目擊其實也挺傷的 他本來 全場最肥 現在不要殺一隻 打擊會殺一隻 Poom最好了 Poom現在沒死過 欸開隱身了 他想單殺哨 他想單殺哨 他兩級的見四級的心路 呃有點危險 近身就死了呀 這個Poom下了 大牛了 下了再生怕 他把劍點到了兩級 什麼情況 原來都是兩級票 江礁這大牛怎麼躲這麼好 這個防目擊他死了一隻 他還是經濟全場第一 1點鐘塔 震受到攻擊 兩邊加油各買一本經驗之書 這邊賞定是受不了了趕緊吃 薩爾也是吃完以後 到達了6級 這波麻麻牙聲音很大 好呀很關鍵 薩爾的6級是非常強勢的一波 這一波基本上是薩爾逮誰誰死 看薩爾去抓誰 薩爾最好是帶NEC 帶NEC開悟 碰水飛死 那邊這邊 還是跟著龍騎的 大招接著走 小巴這個獸王一個人去玩就對了 小巴這個獸王一個人去玩就對了 不要跟團就一個人玩 這把小巴節奏還不錯的 這把小巴節奏還不錯的 對他一個人在上路一直站在線 他這噁心沒有優勢了 讓你打錢打都不爽 看下這邊是薩爾跟NEC開了一波誤 這把防目擊上帶了眼淚 打傷也可以 是吧 小獸王破台挺快的 殺人這一波的 這把獸王破台也挺快的 這把獸王殺死這個防目擊 防目擊被吸掉基本上就沒了 死了他直接吸掉 小巴是有真眼看的賞金嗎 出來了防目擊 鳥呢 鳥在哪個位置 鳥在右邊 一個對面地位的賞金 賞金也行 大了大了大 大呀 又不大 他想省大 因為現在的大招 只讓別人多十秒鐘的一個復活時間 AC這邊推來到了中路 這邊875 這邊VV中路一波燒 VVV被抓了 中間了嗎 應該是中間了 冰龍沒了吧 這把獸王破台是挺龜的 中塔也被推掉 挺龜的 那邊是龍騎那邊是傷 而且中塔呀 中塔比邊路的塔 關鍵 這邊冰龍想插眼被看到 冰龍這兩個眼都被看見了 看下燒啊有地的 拉回來拉回來 好像可以拉 可以拉 拉回來拉回來 大火燒可以 加入大了 大哥呢 這就有點尷尬了呀 中塔 炸燒那個墊把他打斷了還怎麼辦 這種時候殺了就別省大了吧 我覺得能殺就殺了 他剛是沒魔嗎 還是什麼 可能是沒魔 有魔有魔 有魔嗎 應該省大的 那肯定不要省大了 大完以後快消的時候 大牛再接一個彩 吻死 主要是薩爾這個英雄大招 一擊 哪怕一擊也不是特別的滿球 誒沒魔沒魔沒魔 這個也沒看見嗎 沒有嗎 眼上開悟 沒魔沒魔沒魔 我感覺他是沒魔的 因為他貼了進化下來的 他應該不會省這個大的 這一波 少王是做出了死靈書 但是眼上開悟了呀兄弟呀 眼上開悟怎麼抓的 但是被打破了 但是被打破了 打了一個眼看到了伐木機 邊裝了龍騎 5秒之後有變龍 13分鐘妹妹的龍騎充寬要2100 他沒有買那麼多 這邊87也是更新了風箏滅殺 變龍 這個影打吧 感覺是 我沒筆不是射筆的肉 沒筆還是要注意的 誒 射我啊 這邊下面有冰龍 紅色冰龍 NC大招 大招 十秒十秒 漂亮 這邊飛機一個大 帶這個陣型得注意啊 帶大的潑木了 潑木 有殺潑木嗎 防潑木機 防潑木 這邊秒了潑木跳走了 老哥你要再調整一下陣型 老哥你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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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死一殺了 這一根劍 我們一見 毛毛鴨 哎唷 還好短那一點 防木機被看見了 防木機的位置好像 誒這邊 小巴還在拿 沒有大鳥 踩住 電了一下 小巴小巴 拿回來 漂亮 這邊沒筆也是做過跳刀 直接跟跳刀 這波要是霸氣不死就好了 對 人頭那個 只能說這一波也不是特別的賺 好吧霸氣再怼一個任假 他想死就有點難 手雷是NC死了 然後那個 POM沒死 POM死了就能結束了 對然後這一波直接把掃金打到了6級 掃金本來是沒6的 他是吃了金屬吧 POM的話找下面了 哎還好沒射到我差 POM快一張了呀 差一千 你別說老乾爹看上去局勢是抓的 不對他他兩千 都被打回來了 都被打回來了 五五開吧 經濟經驗 五五開 五五開 局勢上看著是抓的DC在大 經驗落後了一千嘛 POM這一下也有點肥了 來上路那個香巴 還好 這POM馬上A仗了 這段時間一直都是抱團的 對 加眼 又是個加眼 掃描掃到龍騎了 這一波龍騎是有加速加跳刀 他被掃描掃到了 哎呀推上了 畫了一個條線 賞金在村邊藏著 老乾爹節奏先把你外塔 哎這個賞金不會斷兵線嗎 沒有 不會不會不會 賞金斷不了兵線吧 他等一下被殺了他都不知道 常猜 這邊使命書趕緊可以開了 有車子 這邊DC也不準備守 他迫我們再刷A仗 逼不招 把人逼回來 把人逼回來可以的 龍騎反正變了 不招 哎這個病龍沒有TP 有AOE的病龍沒有TP 很關鍵 能不能 TPCD15秒 來這邊飛機放大去呢 這就沒辦法 走了呀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POM的話 POM的話差400A仗 現在老乾爹就是需要 注意POMA仗那一波 POM還是有點厲害的 那個爆發是可以秒人的 老乾爹有一個梗 沒有梗 沒有梗子 這真的是一個梗子 我覺得NEC可以出梗子 這吧 對面全是法系爆發 伐木機血精 很怕破魔A仗那一波的 配上伐木機 那個輸出 還有飛機什麼的 要爆炸的 其實應該是 大梅肯梗子 打 我覺得出梗子 先出個挑戰吧 對面爆發很恐怖的 他知道裝備出梗子 沒什麼難了吧 對面其實是 沒那麼缺難的 他分正面殺 又不是不加難的 加12點智力 也12點智力 這邊POM是拿到A仗 要開霧了 這一波DC 伐木機血精是POMA仗 可以說是DC現階段 最強的一波 開霧了開霧了開霧了 看下他們的先手 但是這個霧 沒先手呀有點僵呀 這個霧叫做眼下開霧 好像是被看見了 眼下開霧的 說老大爹可以站高波 老大爹可以站高波 老大爹手是高波 在這裡面來 大牛怎麼站這邊 欸 欸香蕉 香蕉 站上去好一點嗎 站上來呀 他們以為是從右邊來嗎 對 以為是又從右邊來 來靠準了一下 趕緊跑趕緊跑 好慌 劍沒事的呀 劍如果射到了的話 就出事了 這邊沒必的 經濟也是打到全場第一 沒必再拉五遠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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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必 BKB 好吧 這波遠谷 沒必如果能夠刷掉的話 還是挺舒服的 這波十八分鐘 小巴士超出了三級輸 非常關鍵的一個訊息 這樣的話 POM的大招 就沒那麼煩了 賞金也沒那麼煩呀 欸這邊有一次 踢中要看霧了嗎 跳刀 A1 怎麼感覺 感覺這邊跳刀是不是太多了 我也覺得跳刀有一點多 而且有少了 這邊 這邊要站紮實了呀 我告訴你 這邊一定要站紮實了呀 欸這一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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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冰龍 啊有EC中劍了 不然這個冰龍肯定死了 有D啊 D回來 拿回來 一個斧頭 大牛一腳踩 還是死了 漂亮 他這邊的話 可以逼不高啊 逼不高 該逼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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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級輸一開 要逼得呀 爬不及 放一個盤子 裝備龍騎 後面一劍 射死為止 小哭 還有雙倍 在手上 爬牛感人 龍騎拆桃 塔桃也交了 進了一下 5秒啊 給他 1秒 漂亮 W33 不能滿活 但是同時 飛機是更新的BKB 好吧 分證面紗的 AEC的輸出 確實很恐怖的 POM看半血死 碰到誰就死 分證面紗 半血就死了 走了嗎 沒輸了 老幹爹選擇了一波撤退 可以走可以走 這波飛機有BKB 很強勢 這個B他媽的 裸了一個BKB 你敢信 其實霸基這個出裝 是可以的 有靈性的 他沒有這個跳到分證面紗 POM怎麼死 POM根本死不了 這邊MAB是快BKB了 很關鍵 趕緊打個BKB 進 進攻 好吧 需要看到老幹爹的進攻 霸氣這要是進攻 他這個裝備 直接秒破 沒有 這龍騎跳上去 他如果沒跳的話 龍騎上去他跟不上 這種情況 我覺得他不是A戰吧 他跟龍騎雙PKB了呀 對 他這個裝備 如果要這樣打的話 就是跳到跟龍騎 雙PKB衝臉 直接秒人 天昏下塔 正正受到攻擊 這邊大溜手法 A戰也可以我承受 好吧 A戰也可以 A戰撐屬性 BKB的話 A戰撐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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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完時間增加20秒 他比如說下一步龍騎再跟 誒這邊是王好大動物 單吃 小明騎死你輸 哇操 單吃 我抽單了 吃掉 漂亮 他是跳過來了這個空 對他跳過來了 下面 但是龍騎和大牛有點遠 這波高技可能不太好推 龍騎這名是拿到了BKB BB看吧 看能不能耗點血 不一定要幹什麼 耗點血 後面就好推了 中路飛機是可以有機會抓的 龍騎有跳雲 龍騎 龍騎 龍騎在等跳到ZD 在等跳到ZD 來了 NC趕過來 CT 大牛接到 把他10秒BKB打出來了 但是A也沒跟上 這有點遠 這波應該是殺不死 這兩兄弟肯定是殺不死吧 就B個10秒BKB 不夠呀這兩兄弟 打個BKB好不好 如果剛才大牛提前放大 有沒有機會啊 他是提前放的大呀 就是大招打到才放CT 大招打到飛機的輸出呀 我覺得要這麼傻 龍騎晕的時候大牛CT 然後不打他了 再接大 要不用大招把他 開了一波霧 但是飛機沒有BKB 防目機更新了 挑戰 這邊小巴的獸王也是拿到了跳刀 死靈書還有15秒CD DC進去偷盾了 是偷盾嗎 沒有偷盾 沒有偷盾 他們怎麼打盾啊 沒物理輸出的 打盾不快 NC挖一波大爺 這邊龍騎也是剛剛把緣谷給挖了 來賞金 賞金 沒探到人 白開了這波 這他們沒先手 噴到人也沒先手 他們這個飛機拿得好呀 冰龍也拿得好呀 呵呵 這邊啦 乾爹也是開悟了 這一波如果能夠抓到人 是有機會直接破高地的 這波還是那套 龍騎跳雲噴火大牛CT NEC 跳過去分爭面紗給大 加地 10秒 可能防部機秒不了 其他應該都沒太大問題 這一波沒幹到人 但是做了一個不錯的眼位 對 直到DJ都在下了 我看見這波是上高了 看下TP狀態 剛好有龍 剛好有龍 五個都有TP 都有T 來一波來一波 這邊高地沒了 對面一個個回來 陣型不好 B高 這邊 3D實力輸 開起來 一個D 一個伐木機 很關鍵 沒有伐木機 對面打不了 龍騎 B高地 B高地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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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這邊法系爆發好高 伐木機啊 什麼POM啊 飛機大招啊 像國土那種死亡好不好 也分成面材也是配合POM出的 對 學一下嘛 分成面材的道具是好用的 飛機也是魔法出處啊 在跳到BKB之後選擇更新了一下B招 霸氣也快BKB了 A4也是馬上BKB 小巴這把測王的節奏是有點完美的 別人抓他沒抓到 然後他自己無限戰線還單殺了POM 你別說這把DC幹傷也解放了小巴呀 他等級非常的高 他跟防目機互肥嘛 現在他的經濟是比防目機還要高了 A7這邊差400塊BKB 中期必張 這兩頭豬好靈活啊 看小巴控這兩頭豬 我一直在看 捕到全收 這把DC又開悟了 這把DC開悟抓到過人嗎 沒抓到過人一樣 他沒空 沒空 他不好抓 老乾爹打盾的話要注意了 這邊不要動要坐過來 這個盾 這個盾 有不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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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風險啊 大牛要遠一點 下牛要遠一點 下牛要遠一點 衝過來了 衝過來了 射王 殺一個大招 這個大招沒有起到任何效果 飛機在感人 射王好了飛機 能不能飛機打死嗎 一種一個大招 一種一個大招 踩一手 陰神也被飛機打到了 陰神也沒有死 飛機被秒了 飛機收掉 防姆機防姆機 有一個大 沒必要進入 一個大招 大招防姆機定下 抬手龍旗 再暈一下 有暈了 有暈了 有暈了是破目 破目破目跳 救了一手破目 打不過了好像 這波 打不過 哎唷 全是標記啊 全是標記啊 滅了工啊 幽谷 為什麼要打盾啊 鬼無聲幽谷 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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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賞金的標記團 千萬不能隨便輸的 一下就 一下就有說法了 這波打了四圈的經濟 而且霸西哥這一波 這個大應該給破目 八七個BKB 他是沒拿到還是嗎 他是想救被B的那個大招 沒拿到 應該剛剛是鞋墊 沒拿到 雙倍都沒拿到 等於說這把是那個 NEC的大招 是打成了一個暈技 對 控制一下防姆機 想救龍旗 但是還是沒救的 他給破目的話還能把破目秒掉 然後回血嘛 對 還好這飛機這把是 已經窮到家了 這飛機八千的經濟 這個英雄說要肥 他也肥得快 這邊老幹爹是開悟了 別再破盾就行了 這把老幹爹只要不打盾 DC是打不了盾的 真的沒必要偷偷 欸 閃靜破目了 神瑞 一個大 一個大 給他大算了呀八七 給大呀 別省呀 秒了再說 再遞回來一個冰龍 冰龍也殺了 可以 這種打不能省的 這種情況下就可以考慮 要不要 推路 推塔或者是打盾了 你這時候殺一個閃靜 給60秒可以打盾 不要推 就打盾 現在打盾就沒問題了 給NEC帶個盾 NEC好需要一個盾 我看霸氣有時候他想把大招留給其他人是沒必要的 你能把那個人直接秒了 沒必要 見人就大能秒人就把他大了呀 對 能秒了就行了 一多打少 因為這一次大招打死人以後他的回血回魔是相當快的 對 大死人他就可以衝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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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可以 差一千刷新 最好是刷新嘛 他吼住飛機 吼住防墓機 三個盒馬 他吼兩個 他有兩個 兩個劍球 他快刷新了呀 小八只差一千塊了 他兩個劍球都買了 好熟悉 好熟悉 吼出來的可能不信 好吧 這是他 第二次驗禍了好像 大招到想死了這種感覺 好吧 下面 射箱頭給你了 我知道你要幹事 看你啊 找 賞金 來 泡沫 在這邊 藍三 藍三 被冰看到了 有點傷 他還不走這泡沫 上路 上路也可以車了呀 老公爹上路也可以車了呀 被眼看見了 差了個真假眼 看見了賞金 不敢打很怕 這邊都在趕 這邊都在趕 射王拿不了 射王在打刷新 小八這邊馬上刷新了 變得多少 他剛其實是去當勢破目的 老 我覺得吧老乾爹 500塊 500塊刷新 我覺得吧老乾爹也沒那麼急 老乾爹就刷刷險 打幹客抓人 抓到人 後期不虛的呀 對 後期NEC有A帳 大了那個人買不了 這邊沒物理的 A帳 後期是爸爸 秒了你 你不能買活 霸燥 沒那麼急的 刷刷錢 有機會就幹客 帶個寶石吧 感覺還是需要帶個寶石的 可以 排排視野 或者拿死書排氣 飛機更新了一把雙刀 這個飛機感覺是殘廢了 但是他經濟也沒那麼差呀 他是有可能一戰翻身的 他這種裝備 說句心理話輸出有點低的 也就180的功 刷新了刷新 刷新魔不夠嗎 夠呀 400加400 800啊 好 可以刷死連續 刷新可以刷死連續 三級連續 怎麼樣 快下雨 快下雨 ccoli 拌火 快下雨 發生日 快下雨 看到了 也在 acontecer 配搶 爭 我們這邊也是一直在待續 可以 小巴這邊是分申的刷新球 這一波上高了嗎 中期還有BKB 可以 差一點點16級有點強硬 兩個大好不好,這把兩個大小八 龍騎先變龍,然後16級點三級大招會不會三級龍啊? 不會不會不會,這邊暈了一下伐木騎 能跟嗎? 隱身無敵了 伐木騎魔法太高了,不想殺他 其他人的話會秒 他魔法太高了 他有笛子 又被暈了下 沒閉了 沒閉了,沒閉了 沒閉了,不開閉了 沒閉在幹嘛 八七,沒閉了 我沒看錯的話 沒閉,還 他忘了,開閉開閉了 他這麼好迷啊 差一點點能拚掉這個飛機 他還是敏捷腿 而且他剛才被打死的時候,關了一下臂章 我看了 為什麼 這不好迷啊 看一下經濟吧 現在DC經濟反超了 反超了老人的三千 經驗是領先的七千 這個伐木機 是一個危險點啊 二十個血精啊 而且他們 老動手秒伐木機是不太好的 伐木機魔法太高了 又有威光披風 他本身有笛子 再配個威光披風 配個威光,他魔法就到很高很高了 我感覺這伐木機 給個大給他 就別管他了 老幹爹的局勢不容樂觀啊 像破了一個,但局勢不容樂觀 破完一路之後 這邊經濟已經落後了 會發現老幹爹的正面已經打不過了 他們現在只能想辦法抓人了 打正面防目機扛在前面 他們沒有輸出可以打死防目機 寶石啊,現在很需要寶石 大牛是帶寶石了 大牛也窮啊 一般正常的四號鬼 大牛打到現在應該是有很多裝備了 這一波 欸,飛機 大牛怎麼衝哪一個 寶石們啊 什麼情況 這邊什麼情況,這邊秒掉了冰龍 還能打嗎 好像不跑跑了 NC也不在 飛機在打 飛機沒BKB了耶 還沒飛機 防目機一套 隱身了 隱身沒了 MAYB切一下B招 什麼情況啊 他跳撲下了,這兄弟 看上坡可以給飛機大的 看上坡可以給飛機大的 唉呦 好傷啊 唉呦 急死了我差看 唉呦,他媽也急死了 剛帶寶石就送了 關鍵是大牛的經濟不好 他這個經濟 已經很佳了 所以為什麼不是給瘦王大 現在醬油的經濟拉開了 這邊賞金是 吃了好多標記錢了 啊,這邊老格力的醬油 只是一直在買東西 這邊防目機更新了一個林肯 有了林肯,這防目機死不掉了 防目機有點猛火 這防目機我感覺,好吧 很難處理了 關鍵越打到後面這邊 BKB時間越來越短了 老格力要打推進的話 這把真正的就沒有續航 寶石送給對面 團隊裝太少了 敵子沒肯 而且他們兩個醬油 太窮了 推推也沒有 醬油有 就一個威風 大牛 就一個骨灰 我覺得是醬油太窮了 你看這邊賞金 風之面紗沒肯 冰龍也是跳到威風 大牛打這個時候最起碼 要有個推推棒和吹風吧 這是標配啊 這個經濟不夠分 吹風推推要有一個的 這一波 你回來嗎賞金 打不過了我感覺 別打團了 現在真別打團了 看老格力的樣子是想打的呀 想打想打 到後了 這個伐木機有0人 到後沒有找到人 這波老格力如果出問題的話 就嚴重了 這波老格力不能出問題啊 出問題就嚴重了 這麼多標記 但是這邊MAYB是變過龍了 他這個龍不打野將 只能說 打野將還是不打野將 是的 不打野難受 欸這個冰龍什麼情況啊 他怎麼一個人讓到這種位置 沒發現沒發現 老格力這邊 整個A仗吧先 整個A仗是 我覺得是老格力 唯一的一個翻盤點 冷靜一下 現在老格力真的需要冷靜一下 打野將 整個A仗是唯一的翻盤點了 如果有個A仗秒掉 破目這樣的英雄買不活 不能急的 老格力真不能急的 需要 需要一個KM 轉一下好吧 我感覺他們 有點 就是這個寶石掉了 現在已經沒節奏了 對 有點沒有冷靜下來 上頭 找機會 破了一路 已經破了一路了 再等一圈一圈 可以打的 這邊DC兩個靈肯了 後面也靈肯了 龍騎要跟一些輸出裝了 現在龍騎的輸出也跟不上了 龍騎要撐住 我覺得龍騎要出爆發裝 大炮之類的 輸出裝 飛機慢慢的刷起來了 看了個霧門 看了下面8 唉呦 這邊也開霧了 撞到了 小英老英開始了 直接兩飛機 兩飛機 唉呦被冰龍抬了一手 沒死 這個冰箱 這王好了 好了賞金 大木槍出面了 唉這個防目機是個怪物 防目機處理不了 冰龍一個大招 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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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死 殺一個大招 斷了一手 老乾爹需要輸出 沒兵 沒兵TP 能走嗎 沒兵 差一點 發展一些 一個飛鏢 唉呦 雪風 被冰龍救了這一波 不是呀 剛剛我感覺大牛的大 如果能搭到飛機 飛機也死了 感覺大牛的大加碗了 這就尷尬了呀 被冰龍救了呀 沒有人斷一手冰龍 他是一個E加2威光 點得上去 有個人斷一手冰龍的話 就好了 比如說薩爾或者獸王這種 斷一下冰龍 獸王 我覺得打團獸王必須要找這個冰龍 對 他剛才如果能跳好冰龍龍 龍騎 飛機 這樣的話冰龍和飛機兩個人是秒躺的 這邊DC要打肉3了 唉呦 只能說這種局 如果老幹爹都沒有把握好的話 那麼早破路就說明 陣容什麼都沒問題呀 打的真的 這把就是自己的問題呀 真是自己的問題呀 DC我感覺這個陣容已經很蠢了 他們沒空的 也沒有物理輸出 這把輸入是肯定不能怪贈的 我們這邊更新了BKB 掌精忌品 飛機這邊也是在做一個蝴蝶 好 經濟的話落後 我操一萬五了 就是經濟落後太多了 所以團戰不好打經驗也落後兩萬 龍騎這邊輸出更多 打到一波團之前落後五千 打完一波團 落後一萬了 一波團打出一萬 這個就是賞金啦 賞金這個英雄你真的是 不能隨隨便便就出現失誤的 你被這個英雄打兩波 標記太傷了 你看看對面的醬油一個頂兩個 然後 飛機押了龍騎和NEC 老幹爹最肥的竟然是獸王 獸王的經濟其實也是虛高的 打團他能幹的事不多 還是要靠龍騎和NEC 這把下面已經超常花費了 307了這數據 別著也大的線也推了 人也沒死 打團戰他們要想個辦法 有個人去控冰龍 正面龍騎和NEC大牛秒一個 然後有一個 最好是獸王去斷一下冰龍 只有可能是獸王 因為獸王有死靈書 不怕對面威光 秒人的時候 一定要有人管冰龍 好吧很簡單 你先手秒的人被冰龍 一個冰箱一救就雪崩了 天天追蹤塔 一被摧毀 我感覺下面也要出個BKB 這圓鬼也被打了 這圓鬼也被打了 感覺下面好吧 兩個一個空四個人 我操 呵呵呵 對面有林肯的 這個蠻難的蠻難的 對面兩個林肯 冰龍好吧 還是冰龍是個關鍵點 看下一波團能不能達到冰龍的位置 現在我感覺老乾爹 轉防守等對面推進 看能不能 小巴出了一個推推 這好像是準備用來破林肯的 對 破林肯破林肯 你推推破林肯也可以 而且可以救人 下車也猴 這邊DC也是盾快消了 好像是想準備推高了 組織一波進攻 看一下這一波團戰 我手高這邊還是 老乾爹非常有機會的 防守反擊嗎 現在就靠老乾爹的防守反擊 這邊也互疊了 破一下 兩個林肯 是 他是 過了後又給他挺了一個 主要是 飛機有盾 老乾爹這邊也不敢 這一步不敢秒飛機的 還是要冰龍啊 他是 炮一下 大牛沒踩到就降了呀 直接踩了 有這個冰箱回血 有沒有機會卡個飛機 盾著時間點出來 秒一波飛機啊 還早吧 踩他呀 大牛他上來就踩他呀 對呀 可以踩他 不能讓他踩啊 對角踩踩下去就可以了 哎 大牛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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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猩 其中這邊大招野獄 哎 小八 小八小八 小八小八 大牛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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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破路沒破路 上有滴嗎 上有滴嗎沒滴 6秒 6秒 但是防目機快活了 防目機快活了 追不上了 買機不用買我感覺這一波 要買吧不買這個防目機都不一定死啊 不破路了買了沒用 小巴是沒必要買的 他買了活什麼都沒有 小巴的買活有點僵硬 N11要買呀 N11買沒問題 我的意思是獸王啊 他沒大招的 死靈蘇也沒有 但是如果他能夠買活抓到人的火 哎呦沒吼 他也有點怕龍奇沒跟過來 沒輸出好吧 沒輸出 重啟還要更新一個輸出裝 金箍棒 這個金箍棒 感覺打了這種局 要記住老幹爹的正常階段了 防守了 老幹爹還是很難打 好難打 寶石好吧我感覺現在還是需要寶石 經濟和經驗壓制太多了 你就會發現老幹爹的雙醬油打的後期要廢了 大牛身上就一個挑戰頭巾 只能提供一個 視野啊現在視野是最為光盡的 麻麻牙和香蕉都不是那種 很喜歡刷的醬油呀 他們沒有一個點肥 有一個點肥就還好 可以說老幹爹是雙五的樣子 就不像那種四五的醬油了 對沒有四號位 沒四號位 有四號位還好 經濟落後太多了現在 經濟落後兩萬四 經驗也落後兩萬三 對面三大哥都是兩萬加的經濟 還好還好這個POM是沒有轉物理 有A戰NEC的話乾脆就有機會 有E波的機會 有抓對面失誤的機會 有抓對面失誤的機會 欸這邊小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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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到 小巴小巴小巴被打到 還不活了 不能被吼住 被留個冰箱 欸打不了了 這邊側面大牛 被賞金找到 大牛 趕緊跑趕緊跑 還好對面沒什麼流流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龍騎把 沒龍了 龍騎把龍開了 這邊不會B高吧 不好說好吧 欸跳過去下 有賞金 沒賞金隱身了 隱身等於無敵 飛機不在 這冰龍有跳了呀 有跳了之後就更難秒他了 有跳了 冰龍救人和大招肯定很容易 基本上打團你看不到他了 他有跳就是 看家裡 這邊B做了一把羊刀 87應該也在出羊刀 87這把羊刀如果出來 納根地也翻了呀 他還打那4000多的經濟 能拖下去納根地也翻了呀 這種局 真的假的啊 真的假的啊 不配你好吧 他如果能打出4000多的經濟 真的夸了 明週三也是還有1分半鐘刷新 我覺得老幹爹需要對面一波失誤 是的 需要對面衝一波高地 對 衝過來然後變一些大 來過高地好不好 來 他們開悟了 我跟電視 野外團老幹爹是很難打的 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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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地沒人呀 破目有跳陽 這波破目跳陽 很強的 他沒線 cru muitas 等线過來 就等线過來 MMY 他要打牛?大牛? 有點威嚇 大牛很關鍵已經夠快 大牛,大牛很關鍵 這邊有金箍棒 飛機 小八 風不降臨 敏克平 小八被帶走 唉呦 小八還不活著 欸 飛機 八十里去跑了 飛機 這他媽都沒死了 八氣的大事給誰了呀 給飛機了 好像被林肯擋了 唉呦 剛剛你媽要 給個大給飛機 好像是被林肯擋了 唉呦 這邊是沒推高 我在看下面八去了 我一直在看沒必打飛機 就差那麼一丟丟 那飛機就沒了 有點傷啊 這個冰龍還是有點噁心 他每次在 老乾爹集火秒人都說 他給個冰箱 因為老乾爹大部分都是單控 像獸王龍騎 那EC 都是單體的 還有兩千塊經濟 八氣哥別打我臉 他套個冰箱好噁心 這邊飛機要帶隊了 這邊有刷彈了 有刷彈這邊就不好秒了 其實我們隊已經意識到了 他們要秒個人 一定要人去後排 對 要控這個 對 要控這個 剛才下面是已經過去吼了 但是冰龍還是一串了 這飛機在帶盾上高了 老乾爹又有點頭痛了 老乾爹加油啊 頂住啊 頂住這一波 這波 可能是 最大的一波危機 好吧 不殺不能帶頓這一波 確實老乾爹這邊 救命的道具太少了 什麼推推 推風之類的 打一波很有可能就死了 你衝上去 第二波你打不了了 回來啊回來啊 我感覺 這波碰姆也不炸 這群比好跳 什麼不騎的 碰姆也大飛鞋耶 可以飛過去的 這一波怎麼辦 沒有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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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牛能不能踩一下 又是飛機上來拆 沒有脾氣啊 卡飛機 卡飛機 這秒上機 欸 踩了四個 卡地也沒秒掉 這個威光加冰箱 這裡兩飛機 大牛強命 欸 這不可以啊 黑皮也盾了 欸 拼了一個大張 黑皮也有PKB PKB PKB 買冰 買冰 買冰出來 買不活 死了呀 死亡一個斧頭 傷機沒有死 推一下 防目機還在追 三條一個GT 防目機 又是一個冰箱 又是這個冰箱 冰箱加威光 沒有賞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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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來一個 但是路已經破了 丟了一個奶了給誰啊 賞金 欸 這不就算打死了賞金 打不贏啊 加了那麼多技能 咳咳咳咳 為什麼要沒有賞金啊 我覺得霸氣打團戰 大招可以先不交看情況 第二時間再叫 黑皮也在賣 唉呦 滿活 雞啊 八戒雞啊 不想被破兩路 激了激了激了 唉呦 我操 優勢被煩 這把優勢很大 這把優勢真的很大 這把DC 這把DC給機會了 選擇他這種 首先DC的陣容 也不是屬於那種特別紮實的 老哥D那麼早還破了一路 沒B 沒B活了 能不能 最後一個B 最後一個B 這邊GAPGAP強台了 不給機會 唉唉唉 唉 冰龍 冰龍 唉呦 超級冰啊 其實這一把有很多次 很多波被隱身鏽了 很多波 他這個冰龍 賣寶石 買了寶石 買了寶石那一波 寶石又被繳了 他的威光救了很多人 我是感覺 真的要個美肯 好吧 美肯底子都要 我感覺是把美肯底子都要 中期就是需要美肯底子呀 不然節奏快很多 美肯底子早就上高了 我感覺是 然後對面還過來了 老哥D最後一波 有沒有奇蹟發生 對面 對面 AEC一個大把飛機大死 或者防護機 對面五個都能買呀 這邊冰龍是 更新的刷新球 這有嗎 這一波好吧 還是需要小八來找這個冰龍 唉 被先手了 小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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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死 又是一個大 又是一個大 霸氣 霸這邊抬一手 霸氣被秒了 小八S倒下 大流一下踩 龍騎倒下 大GG 給隊 隊隊隊隊 心疼老幹爹 啊 D4D4戰隊 增盛 大方面 交換給你結束 聽進來 好了 非常遺憾最後的比分 是鎖定在2比0 D4戰隊是 擊敗了老幹爹戰隊 因為這是敗者組的 生死回家局 那麼也就意味著 老幹爹在 正賽的第二天 也離開了TI6的舞台 那麼至此的話 兩支 在小組賽表現 不加入敗者組的 中國的隊伍都已經出局了 昨天是VGR 然後今天是LGD 當然兩支隊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在他們的陣容當中 都是一個不完整的缺腿陣容 因為在簽證問題上 雙方 老幹爹有懸躍 然後VGR有這個 老楊的這樣的一個損失 當然這是一方面了 那在這樣的一個 呃 救火陣容組成的這個 五個人來打之後的比賽 那老幹爹今天的比賽裡面 第一局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了 第二局其實 就陣容和態勢來講 啊 不想說什麼了 不想說什麼了 今天 說不動了 我 直接休息 好吧 明天繼續結 給大家解說 WINS和NewB還有EHOME的比賽 明天繼續給大家解說 今天 什麼都不說了 好吧 下直播了 拜拜 今天晚上12點鐘 12點多會開直播吧 12點到1點這個時間 大家想看中國隊比賽的 12點鐘到1點鐘 過來吧 拜拜 拜拜 休息了